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午後很多地方還是下起雨來 尤其是在接近傍晚的時候 中央氣象局針對了 包含像是在南投還有彰化跟雲林 發布了好雨特報 我們要提醒大家明天天氣狀況 其實跟今天是差不多的 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 主要還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其實上半天都是晴朗穩定 還會覺得有一點炎熱 不過午後開始包含像是山區 還有在南部的近山區 就要防範可能會降雨 而且偶爾雨是會下的比較大 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明天在臺北午後要注意有降雨 接龍跟新北市是晴稻多雲 高溫來到三十六度 會覺得比較熱一點 好在桃園來說 明天二十八島三十五度 新竹跟苗栗同樣是晴朗天氣 另外看到台中彰化 明天是晴稻多雲 南投會有午後降雨 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雲林跟台南也要注意午後 雨是嘉義晴稻多雲 高溫來到三十三度 高雄明天晴稻多雲 屏東要注意午後降雨 溫度二十六到三十五度 好正於東部地區 宜蘭化鈴和台東都是晴稻多雲 宜蘭比較熱一點 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另外看到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跟澎湖 都是晴稻多雲的天氣 金門的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好的天氣小叮嚀的部分 帶大家來看到啊 未來這幾天都還是受到高壓的影響 因此白天來說 都是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因此特別要注意 包含像是在大台北地區 宜蘭花蓮跟高平 白天的溫度都很高 會真的比較熱 外出要多補充水分了 而另外我們要提醒大家 就是午後 包含像是在山區的部分 還有南部近山區的地方 都會有機會出現雨室 外出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以上提及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